媒體跟他講說他被抓走了 我也不知道什麼事情 我們都以為他是在他媽媽的建築公司上班 不只驚訝而已 很可恥 怎麼會做這種事情 我最氣的就是這種雜欺的行為 還做車手的頭 真是不要臉 真是 親家他們也不曉得哪裡啊 在哪在幹嘛 他已經好幾天沒有回家了 而且他爸媽也離婚了你知道嗎 對 我在想明天看看 如果找個時間 你去把兩個小孩接過來 接回來 對啊 兩個小孩這樣子 照顧啊 怎麼辦